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建设项目 你怎么能够产生收益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跑毛滴落 是产生收益的方法 我们就不多说这些事 所以我们说把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就事论事 我们得看到我们过去这种粗放的 数量性增长方式 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现在大危机之下 确实正在出新 没有新的收益增长点 没有新的利润来源的时候 你说让他们怎么办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讨论中 几乎又不不涉及这些 具有非常严重问题的领域 这就就就回答出来 就是一个也许我比你这个提问的人 可能还要更更消极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分析 所以我倒是希望我这番说法呢 各位网友们 你们如果要是觉得有道理 那你们就把这个解释 做一点这个群内的讨论 我希望早晚会使有些这个决策的 有决策能力的人听得到我们的分析 那就针对性的去采取措施 否则呢 那就一定会就是用这种去 换一百万的这个地票交易的方式 那他的前提就是财存病居 那一定会财存病居一定搞得鸡肥狗跳墙 因为你是一定打掉 你说因为农民现在很多根本就不是 什么一户一宅 你当年你强行把人家 多少口人集合在一户里边 然后你就给人限定了一个证 人家现在早就分家了 人家盖了好几十房子了 然后你非得说人家那些房子不合理 人家外出打工了 然后你就说那叫做闲置 然后你就要给人收回 那人家现在打工就三亿打工了 我估计怎么也得回来一半 回来的人 你真个人把房子拆了 人住哪啊 大危机之下 有点责任感好不好 你不是中国人吗 好了这话说就带点批评了 你是官员也是中国人 我们希望大家都有点这个中国人的人同此心 心同自利 我们共同面对危机 我们得调整自己的行为 你不能光说要这个过紧日子 光说老百姓紧日子呀 我们官方各个部门 你们也得减少点楼仓管所 减少点豪华消费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这个危机度过去 特别是你面临的政治环境 有如此险恶的情况之下 你说再不搞官民一致 再不发动群众 靠谁发动呢 你得让这些人变成民众 认可的干部 那得是上下一致 甚至过去都不主张讲官 讲究干群关系 不叫官民关系 我们从什么时候改成官的呀 官方官方官方各部门 干部干部现在改成官员 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调整 面对大危机 难道不就意味着社会会混乱吗 最后是从这个网友他的担忧 我觉得他的担忧其实一点都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背景又非常复杂 所以希望呢 大家不要停留在表面 而要更深入的去讨论 这个问题的背景 以及这个背景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最终让这个声音变成一个社会广泛接受的声音 才能真正去影响有决策能力的人 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制止 好了我就说到这儿 是不太积极哈 这个大家别跟我一样消极起来 咱们还是笑着面对一切困难